那我简单的就分享一点点 不算用太多的时间 若有不如理不如法 敬请祝福菩萨 给所有的同学们原谅 请下面请上辈子没修好的 这个法师来忏悔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当时就是和我家先生 是从小就认识 而且我们一直就是 互相都是有这个 不是很厌恶的心理 当初我们刚谈的时候 也是百一百顺 也是非常好 就是我无理由的 让他等上个一两个小时 就都啃在那慢慢的等 什么都不做 但是后来我们结婚之后 很多事情都爆发了 再加上后来有一次 就是留到了一个孩子 然后就开始更是 他就开始就是酗酒了 不工作了 反正带着我很多很多伤害 很多很多很多伤害 以至于我有那个时候 我们学心理法门的时候 一想起这些事情 我就觉得自己的心脏 就像是已经 就叫自己每天正用手 捧着自己的心 送给别人 但是始终都被伤害了 体悟完处 最后这个心脏就被用在地上 被伤害了 被见到 所以我觉得我爱是 你现在知道了 从我去经济法门之后 我明白了 有一事 我相信他可能也是有秀 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 有一个像大山一样的男人 然后他身上爬着一个小女人 都是在所有这个男人 去做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男人就说 跟他的师父 我的师父就像那个老仙人 头发很长 那个胡子很长很长 然后就说不愿意让他去 可是他还要去 然后就走了 然后我觉得我今生所说的 所有报都是自己 都扔来的 知道了 知道了 前世的果报 今世寿啊 这还不懂啊 而且我们 有一事做和尚的时候 我跟他都是和尚 我也是贪慕他的 贪慕他 然后还是也是 所以说不管你今生 所遇到了任何 这个感情方面的问题 只要是命运 肯定是自己 前世所做的 必须受果 但是不管不管是 善缘还是逆缘 你最终的结果 希望所有的同学 都以我为力 这个职位真的不是 是用语言能表达的 知道就好了 你知道 你刚刚讲的这个 说起你心脏难过痛 你知道吧 很多我的弟子 都告诉师父啊 他说那种痛啊 是挖心的痛啊 往里面挖出来的 他说气都喘不过来啊 现在你们都知道了吗 是 不常常苦痛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这个人家来干什么的 我告诉你们 到现在还在为民为力 贪权贪财贪民 真的真的脑子都 都都都都江湖一捧了 真的叫我怎么讲啊 对不对啊 对 还有我刚学 新闻法门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 也是想求这个公民 但是 但是后来 我有一次 就是学到第二年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 这个意思的时候 既然我孩子 就梦到了 就说妈妈 我梦到了 梦到你 就说有几个灵性 追追我们 他跟我一起 跟他们打 然后呢 就是说 有一个灵性 就很明白的说了 说你们都学 那个学佛了 学心有法门了 居然还那个什么 还就是 还求公民 看见吗 看不起的样子 看见了吗 在地府 被那些鬼都看不起 你们都挂着 心灵法门的牌子 还在求公民利润 听不懂啊 人家鬼都看不起你们呢 哎 看不起的 丢人呢 嗯 然后当时 其实你 听说 我说这里 在拼命的学佛 这里还拼命的求 求名求利 你那么休什么 你休什么 你告诉我呀 哎 是 必须要放下 后来我就不求了 但是当时 您知道吗 师傅 真的是 所有的事情 都是 都是全部都是 那个 不是说自己 能够隐瞒的 当时我就是 想送这个领导 一个什么什么遇 结果你知道 梦里边 就是我儿子 他都不知道 这个情况啊 他梦里边 他都他都知道 就就显示了 一个遇 你知道吧 所以师傅 这个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天上地下 全都知道的 那当然啦 只有自己不知道 我告诉你 自己糊里糊涂 以为天上地下 都不知道 哎呀 真的 你们这些孩子 很可怜 我告诉你 都以为人家不知道 呵呵呵呵呵呵呵 所以就像一个孩子 骗爸爸妈妈 以为爸爸妈妈 都不知道的 呵呵呵 明白了吗 嗯 是 可是他在不知道的时候 他就没法 意识到这个问题 啊 就对了,就对了 你好,你好好修了,傻姑娘 明白了吗?不要再来做人了,做人很苦的 我不要做人,我不要做人 人间的苦都常变了,真的 对,全部都常变了 你知道就好了,你看看那些明星啊 其实他们比你还苦呢,他们还是死要面子 后面上个什么字啊?活受罪都不懂啊 好了,活着受罪,要面子干嘛 把面子放下,实实在在做个随缘人 要什么名,要什么利啊,无所谓的,对不对啊 对,全是空的,人家这个请我,那个请我 台长都不去,我都不要去 有名的事情让那些有名的,喜欢有名的人去做 要利的人,那些要利的人去做 你自己,要两寿清风,一生随缘 好好做佛,那不就是法师嘛 两寿清风,你看法师走起路 两个袖口,甩来甩去 不就叫两袖清风嘛 这还不懂啊 我好羡慕这样的生活,师父 羡慕什么生活,到时候吃了苦了吗 又要我想还俗了,又来 你们这些人啊,先好好在人间好好修修 听得懂了吗 好了